各位一路姊妹 各位朋友 我願你們平安喜樂 今天是很喜樂 而且很榮幸能夠來到搜索小孩 來跟大家分享我的德舊的見證 跟一些在照會生活的經歷 那我的題目是叫做 最蒙古的路 奉獻自己給基督與照會 那我底下會有七個段落來講 然後感覺是 我剛才有跟那個陳弟用作感覺蠻平淡的 但是他說 對 但是感謝你就是有七個段落 那首先我要簡單的介紹我的家庭背景 那我是出生在一個傳統的基督教家庭 那家族中最早信主的人是我的奶奶 那在他的那個年代的話 可想而知他一定會受到一些的逼迫 但是他最後還是為主贊助 然後最後就帶著我的爺爺跟所有的孩子們都歸向主 那我爸爸也是一個敬衛主的人 那但是他對主的認識就是純粹就是在宗教的範圍裡面 那每個月他會帶我們全家都去做禮拜 那目的是為了要奉獻財物 然後進宗教的義務 但是他也會告訴我們要向主 平常要向主禱告 如果有遇到一些的問題 要可以向主禱告 那我從小我就習慣向主禱告 因為我從小就是班長 所以有很多的問題 我不想讓家人擔心我都禱告 但是都是為了福利平安的目的 然後比方說希望考試再考好一點 或者是可以考上好的學校啊 或者是說東西掉了啊 可以主幫我找回來啊這種的 那主真的我必須說主每一次都聽了我的禱告 不論是怎麼奇怪的禱告的內容 但是主都會讓這個問題都得到解決 然後所有的我所擔心的事情 都會很平安順利的完成 所以在客觀上我是相信這位神是真神 那接下來一個第二段是我的高中時期 那高中的時候呢 我有一個高一的同學他是基督徒 也是在我們中間聚會 那他就向我傳福音然後傳人生的奧秘 那傳完傳到第四把鑰匙結束之後 他就說那你要不要受禁 然後那時候我當場認了一下 然後覺得怎麼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然後覺得好像沒有辦法立即的回答 那之後呢我同學他就會邀我到老師家 參加學生牌 那這個學生牌呢就是有一些的 都是我們的那些高中的學姐們 然後大家一起來聚會 但是呢我去到這個學生牌 純粹就是為了要吃吃喝喝 覺得很好玩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對於聚會的內容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那隊主也沒有啃木的興 那到了高三的時候呢 就在路上走著 就有人發了一本那個就是免費的聖經給我 那他是經典版的 然後接取了這個四福音書 然後後面還會說 你在什麼情況之下你可以找到行程 那這時候已經高三了嘛 所以功課壓力大 有時候就會拿起來翻一翻 那就有一次我就讀到了 《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節 那這個上面說不要憂慮 說我們要吃什麼 喝什麼 披帶什麼 因為這一切呢 都是外方人所急切尋求的 那你們的天父呢 原知道你們需要這一切 那但你們要先尋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那這一切就都要加給你們了 那我覺得這句話很好 雖然我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就不懂得把自己呢 就奉獻給神的國和神的義了 那但是這個禱告呢 卻是神所紀念的 第三段就是我的大學實習了 那考上成大之後呢 或許呢 這個我們剛才那個禱告 主有在聽 所以他就有了聖體的做功 那我開始就覺得人生呢 好虛空喔 然後一方面呢 我對我唸的科系也沒有什麼興趣 然後所以我就開始常常翹課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因為想說 我要去追尋人生的意義 於是呢 我就把大部分的時間呢 都投注在一些課外的活動 或是社團裡面 那有一天呢 我就在騎車的時候被一個 之前在高中學生排的一個學姐看到了 然後她就說 欸 你考上成大了 那要不要來這個姊妹這家看一下 那我就去參觀了一下 結果當天呢 沒想到就是有三個姊妹呢 就他們輪流佩戴的跟我傳 又是傳福音這樣子喔 那我那天真的是 也沒有什麼理由好拒絕的 我就盡然說好 那我們就受盡吧 就這樣 那當我坐在禁食的時候呢 我才很驚訝發現 怎麼突然跑出這麼多弟兄姊妹 然後圍繞著禁食然後站滿個樓梯 然後我就一直坐在那個禁食裡面 聽他們禱告 禱告了很久很久 然後而且他們是喜樂洋溢的為我禱告 所以我那時候就第一次感受到神的家 是滿了喜樂然後滿了愛 那但是呢這個受盡並沒有改變我這個人 就是我受盡之後呢 我還是照樣很糟糕 還是照樣翹課 然後還是照樣跑社團 然後還是常常去舞會 那我對聚會呢是完全沒有什麼興趣的 那妹們呢就還是會在案裡面來到宿舍來看望我 然後大部分他們都遇不到我 他們都遇到我的那個同學 然後呢就在我的桌上呢 留下了主的話然後點心等等這樣子 那大家請我考前呢 我就有一個同學他是租房子在外面的 然後他有一天他清早就來扣我們宿舍的門 然後我們都覺得太早了四點多 然後原來他那邊呢就是有人原為眾國 然後一次燒死了五個人這樣子 那他因為問了神田他是住地下宿 所以他就沒有去 但是他也是一路奔跑回來是非常的驚險 所以他就不敢再去住原來的地方了 他就跟我們一起住 那他跟我們一起住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想說 我下學期也把我宿舍退掉了 那我又要辦出虛幻面住 那怎麼辦呢 我這個想起來就覺得毛毛的 那所以呢 而且我現在要去登記宿舍時間又過了 那姊妹就說那要不要來試試看住住姊妹之家 那所以我就在這個情況之下住姊妹之家 而且完全不知道姊妹之家在做什麼 那但是我的母羊也很會輔救我 而且很會護習我 所以呢 而且他又很有智慧 所以如果不是者過來問說 啊你們今天有沒有整齊完早 他就會說有啊有啊有啊 然後我就想說有嗎 原來他是陪我參守詩歌 然後簡單禱告就結束了 然後他沒有給我任何的壓力 甚至於呢就是晚上我有時候會去夜遊 有些活動超過這個門信時間回來 可能要偷偷幫我開門 那行末考到了 大家都知道前面我有講到 我很愛翹課 然後所以呢我 其中考考得非常不理想 可能會被二一 大家不知道知道什麼叫二一 就是可能會被退學就是對了 那我的母羊呢他是個很用功的人 他就看我唸書 他陪著我在那邊讀書的時候 他看我在那邊弄來弄去的 他就說你怎麼那麼不專心呢 為什麼沒有辦法專心讀書呢 我就說因為沒有去上課啊 結果我看不懂這個課本啊 然後秉棄借來也沒看懂啊 那我的母羊就說好那我教你怎麼報告 好那我就我就他就教我真的很實際的 告訴我說要怎麼禱告 然後我就照著這樣的情形去禱告的時候 我非常的驚訝 這個禱告的功效實在是驚人 因為他可以讓我這個焦躁不安的心 居然能夠安定下來 然後而且呢有深處的平安撲毀著我 然後我居然禱告完之後再去看這些借來的筆記之後呢 我居然也看得懂 就這樣子我就每一顆呢 就通通都幾乎都是pass的 然後我就安然地度過這個二一的圍巾 那可是呢我的生活還是面向改變嘛 就是有一天呢我又參加這晚活動 夜遊回來了 然後回到姊妹之家 然後我就看著姊妹們又照片場 又在那邊忙忙忙著 可是那天我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我坐在旁邊看姊妹們的 這樣的一個互動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的親心愛族 讓我覺得很有受吸引 然後我開始覺得說 欸我在外面社團他們忙著要命 可是呢並沒有得到這些東西 那我要追求的不就是在眼前嗎? 他們都得到了我要的東西了 然後呢平常我都覺得姊妹們都是在浪費時間 交通啊 聚會 可是呢就是我會覺得他們好像過的生活 就像兄弟一樣很單調很無聊 但是那天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開始羨慕起來了 我羨慕在他們的中間有真實的愛 然後對主呢有主觀的經歷 所以我就突然想要對他們一樣 但是呢要像他們這樣主觀控卓取 對我來說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努力的去禱告啦 參加香蕉啦還有聚會啦 感覺沒有辦法就是覺得不得其門而入 那大二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大專課會嘛 然後我就北上去參加 然後但是因為我又有活動 所以我又提早一天回來 就那天是我一個人單獨坐著國光號回來 那在國光號上面呢 有一個中年男子就跟我一起坐著 然後他就看著我一直在看特惠的信息 那個信息當時的信息叫做 亞伯拉罕以撒亞各的神 然後我很專心的在看著 然後他就一直在看我 然後最後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些信仰上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我就試試看好了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他之前也是接觸過基督徒 然後他也在摸索到底要不要信 然後他有很多的疑問 然後當他在那邊問了這些很多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妙 就是屬在這個上面 居然可以源源不斷的把這個問題的這個 這個要怎麼話這麼講 跟他回話的這個意識的話呢 不斷的賜給我 對 所以呢我就 剛好我可以回答他的問題 對 然後呢 而且我也跟他分享說 這個造成生活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對 然後他一晚就很羨慕 那所以說其實這個是我第一次去傳福音吧 對不對 我第一次傳福音 我還能一直答 對 所以我覺得感謝屬於他 那 最後他很高興 他還給我名片 真的是好棒 從來沒有人這樣告訴我這些問題 而且我平常的問題我都得到解答了 那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這個名片就給你 歡迎你來找我這樣子 然後下車之後呢 我已經是深夜了 那我就一個人走回姊妹之家 照理說這個四周都是暗暗暗的 可是呢在我的裡面呢 卻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樂 就湧上來 然後我就被這個喜樂充滿了 然後腳步感覺好輕盈喔 然後四圍有光 然後照著我 感覺 四圍有光照著我 然後我很快的就回到姊妹子家 然後我跟我的舞陽說 欸今天我遇見主了 然後舞陽完全沒有什麼反應 他自己做他的事 然後就像我在那邊不自喜樂 然後呢那股喜樂呢 喜樂到一個程度呢 我喜樂到就是沒辦法睡覺 那天我沒有睡著這樣 那之後呢我就好像鼠林好像開竅了 很奇怪 就是以前我很喜歡就是躲聚會 可是那時候開始我就開始喜歡聚會了 而且呢我也不怕 也不擔心人家叫我聚會要生靈什麼 然後呢我在分享的時候 還常常會不自主的流淚 然後呢我就覺得我那個時候 我好像真的改變了 那我深刻的體會到什麼叫做 主會使我們的死心化為肉心 我真的是覺得我變成一顆肉心了 然後因為我以前都沒有在哭啊 我不知道怎麼哭 可是那時候我就很愛哭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而且呢我覺得很奇妙的是 我開始覺得適中的事物變得非常美好 那我騎著腳踏車從校園進步的時候 我覺得欸今天花草的顏色好像比較鮮烈一點 但比較漂亮一點這樣子 怎麼感覺以前沒有發現 然後呢又覺得說就是六方面我都覺得很好 然後呢而且我一開始正常的去上課 那同學們看到我按時坐在會子上的時候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有點不習慣 然後呢而且呢到了大四的時候呢 開始有同學來跟我借筆記了 而且老師呢老師上課的時候 本來他很愛講老師的笑話 可是他現在看到我他就收斂很多 然後而且還會在課堂上問我信仰上的問題 然後另外呢就是我的女生的同學呢 就覺得說奇怪 他不是應該早就要搬出姊妹子家嗎 怎麼還住得下去呢 因為我的個性因為我很愛玩 不是怎麼還住得下去呢 他們很驚訝所以他們來姊妹子家看一下 結果呢就有一個同學呢 然後之後呢也有男同學又被我邀請來參加福音聚會 那其中有一個野獸技能 那感謝主 所以呢我知道呢這個都是主變化了這個人 主對我來說呢已經不再只是生神這件事了 而是他是又生又活的神 是可以去實際經歷的 然後到了大四的時候呢 我的我住在姊妹子家的那個位子呢 就被移到這個二樓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姊妹子家大爆滿 沒有位子在我們住 然後我就去住在那個二樓 那這個二樓的位子也很特別 裡面有別的房間 就旁邊就是一個禱告室 我們有一個定時禱告的一個地方 叫做禱告室 然後再過去是那個受禁室 就這樣而已 那時候如果我同寢室的人有四個 但是平常都是我跟一個在服侍全職 就是有一個在服侍青少年的全職間的姊妹 通常都是我們兩個在寢室裡面 然後我就每天看他在幹嘛 因為他不是在讀經就是在清淨主 不然就是待人得救 不然就是在 就是這些屬靈的活動 我就每天看他在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好像也可以去跟他學一下 所以他在讀經我也在讀經 他去禱告之後我下一個就是我去禱告 所以就很奇妙啊 就是有一天呢 我在讀經的時候我讀到一個經節說 歷代至上二十九章三到五節 他說且因我 這個是大衛的大衛的這個 這是大衛的巷子的禱告 他說且因我愛護我神的殿 就在我已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外 又將我自己急需的經營獻上建造神的殿 那今日有誰樂意獻上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呢 那我昨晚就很有感覺 覺得說主啊那就是我 就是我啊 我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 所以呢 在之後的這個 不是有一個定時禱告的時間裡面 我就跟主說 主啊那我就奉獻我自己 我奉獻我大學之後的這一年 來好好過教會生活 那我覺得主應該很喜悅對不對 結果主沒有回憶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之後呢我就問主 那難道是要去考研究所嗎 主也沒有回憶 然後我就問說那是要去工作嗎 主也沒有回憶 最後我真的已經選項都問完了 我已經沒有選項可以問的時候 我就隨口問說 這難道要叫我去全時間訓練嗎 那我沒有想到主呢 就用他家常的同在 來顯明他的護招 這些事情讓我呢 就覺得好驚訝啊 就是怎麼會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喔 我那個時候的狀況 能夠好好去回就已經不錯了 沒有人會跟我講全職間這種負擔的 沒有沒有 而且我也覺得全職間跟我有什麼相干喔 所以我馬上就回答主說不可能 不可能的 除非他可以幫我處理五件事情 這我五件擔心的事情 他如果通通能夠處理完畢 那我就去學時間 就沒有想到主這樣乾脆 他就說OK的這個沒有問題 他給我一個很深處的評價說 這不是問題 重點是你願不願意去參訓 那感謝主啊 其中這個五件事裡面有一件事情 是最難的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他的最新是比較 比較容易就是暴躁而且易怒的 這種事情如果他聽到的話 他一定會暴跳如雷的話 果然就是當我去跟我父親講 我要去參訓的時候 他也是覺得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他就發了一頓很大的脾氣 然後結果他發現我在旁邊只有默默的在流淚 他覺得也是有點奇怪 因為我平常也是滿叛逆的 我的表現又跟平常叛逆的我有不同 所以他就在他堅持了一陣子之後 他突然說好吧那就只有一年喔 所以我就去參訓了 所以在下一段我開始要講 全時間訓練時期的事情 所以一切都是主的憐憫 主真的都把我那五件事情通通完成了 我覺得不太可能完成了 五件事都完成了 所以我就如期的坐在那個 全時間開訓的會場上面 那那時候的感覺覺得我好像在做夢 欸我怎麼會坐在這裡 我這個時候怎麼會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說要參訓的人 欸沒來 我沒有要參訓的人坐在會場上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完全是主的憐憫 那在這一年當中我們可想不知 我很多都是夠不善的 但是我覺得我好幸運喔 我聽到很多那個就是全時間的那個教師 他們這個訓練的教師 他們是他們的一生屬靈的精華 他們的見證都在這樣的這個訓練當中 毫無保留的向我們傾倒 所以呢我就好像吃了這個屬靈的大火鐵一樣 我就聽了很多這樣的見證 然後我覺得好像整個人生好像有被弗媚的 就是那個那時候磁碟磁碟的formand的感覺 就是我好像整個被弗重新有一個新的組合這樣子 那而且我也在這個訓練當中 我認識了很多這個愛弗的同伴 我覺得好愛弗 每一個人起來分享就覺得好棒 他們分享得很好 真好 然後而且他們到現在都還在照會中做柱子 不然就是還在全時間 所以我就覺得感謝主給我很多的榜樣 那我可以被激勵 然後起來這個分考學院的篩選 那我們這個訓練呢 有一個項目就是說 有一次就說要我們要奉獻 操練奉獻 然後每個人都要寫奉獻稿 每個人都寫奉獻稿 然後要唸出來 我們自己要去跟讀稿號 然後寫下你的奉獻稿 然後大家聽完你的奉獻之後呢 我們就一起的為這個奉獻的人報告 所以呢 他也沒有強制說幾號要開始 就是誰要先開始 所以大家就陸續奉獻 然後我就想說我就不要奉獻吧 沒有人會發現 然後因為他沒有按照思緒 所以我就想說 看看能不能躲過去這樣子 就不肯過這個奉獻的關 你有沒有覺得還覺得還夠不上 但是呢 我有一天自己在舞蹈的時候 主就提醒我了 他就說 他說你高中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 你奉獻給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件事啊 那神的國就是照會 神的義就是基督 所以我在五行中 我已經把自己奉獻給基督與照會了 我說那你還在緊實不放神嗎 你已經奉獻了 所以當主提醒我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就更新的 我再把自己更新的奉獻給去 而且奉獻的更細嗎 有沒有 感謝主啊 現在回來看我的那個奉獻稿 因為我們後來訂成一本 再回去看每個人的奉獻的內容之後 我發現主大部分都已經都已經紀念了 不是已經成就就是正在成就中 所以感謝讚美學 那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是我的屬林黑暗期 就是我參訓之後呢 我就一年嘛 然後我就回到我的原來的生活 然後這個這段時間呢 我經歷到黑暗期六年 有六年 我怎麼說呢 就是說原因是因為我不順服 而且我也很疑惑呢 照個人帶來 我有很多的問號 然後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就失去了主的同在 然後我的毒精也沒有膏油 然後也沒有做很多時期都沒有亮光這樣子 好像在黑暗裡面行走一樣 然後更糟的是我還活在最終 就是我還活在這個最終之論裡面 所以即使我願意去晨熙或者是偶爾聚會一下 可是都沒有辦法恢復跟主的交通 那在這段很軟弱的時期當中喔 那主也很憐憫我啦 就是還是有看不見的同在 雖然我覺得沒有 但是呢主就讓我也回到神大 再念一個營秀所回來這樣喔 然後呢 其實接下來我就進到職場 然後開始過著指望沒有神的生活了 你覺得好像欸這樣好像還是可以過 可是呢會覺得 你在我的裡面生氣 我還是覺得說有一個遺憾 你覺得怎麼會這樣 好像這不是我要過的生活 雖然我還是可以 我還是可以繼續過下去 可是好像不是我 所以感謝主 就在那個很軟弱的很軟弱的時候呢 主就帶我的全家得救 我的媽媽姊姊妹妹都是在那個時候得救 都是我最軟弱的時候得救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想說主啊 我希望還是有路回到神的家中喔 但是呢看來看去好像還是沒有路 我知道呢就是說 這不是我簡單的就回來聚會的問題 而是我需要就是跟主徹底的認罪 然後而且呢我需要就是跟主辦交社 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主真的辦交社了 就是在用那個詩篇 五十一篇十到十二節 我跟主祷告說 神啊兄弟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取去你聖別的靈 手裡使我負責你的救恩之樂 自我樂意的靈不使我 這是大魏的毀罪師喔 那當我禱告完之後呢 我覺得感謝主主真的聽了我的禱告 因為我有一個很深的悔改 所以接下來我就要講第六個時期 就是我的屬靈灰復興 那主聽了就聽了我的禱告了 然後我當時在那個黑暗當中六年 我覺得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呢主呢很奇妙的 因為我的這個悔改然後認罪之後呢 主呢就把我從那個繁星當中 就直接分別出來 然後我就搬到建宗附近 然後就開始在八會所聚會 那我重新就揭示在基督裡面 而且原來我是怎麼揭示呢? 我是藉著一個在主裡的肢體 一個忠信的姊妹 忠信服飾的姊妹 我重新揭示在基督裡面喔 那這位姊妹呢 她一直都很希望有人陪她誠心 有人陪她可以讀聖經 然後帶她進入這個聖經的內容 那剛好我們就可以回答 但是呢這位姊妹她也是一個 很棒的屬聯同伴 在她的身上呢 她是好像似乎是不為人知 但是她卻是人所共知的 因為她對主很忠信 然後對弟兄姊妹都滿了愛 所以她就她的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是榜樣就激勵我 將我的身體線上 然後當作聖別並討生十月的國際 然後過了基督生理的這個關 過了奉獻的關 然後在基督的身體裡開始下來 進聖經的功用 所以感謝主主讓我恢復跟她的交通 而且恢復基督身體的交通 而且還恢復我對她起初的愛 就好像是篇一百二十六篇 第一節跟第四節所說 當耶和華使那些被裏的人歸回西安的時候 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沒錯我那時候就好像是一個做夢的人一樣 那耶和華你使我們被裏的人歸回 好像南丁的河水復流 感謝主主使我回到這個照會生活裡面 所以在八會所裡面我真的覺得奇妙 因為在基督大年的復辟底下呢 主就加強了我的對她的信心了 本來那個工作呢我是很不滿意 我那時候有在工作 那我很想把她辭掉 但是沒有力量去辭掉 可是因著過教會生母我就蠻有動力 然後就把她辭了 很果斷的辭了當時的工作 然後我就專心的去預配到補考 而且時間只剩下五個月 那在這五個月當中呢 大概過了兩個月之後呢 就有一家航空公司 她就主動聯繫我去面試 那我就覺得奇怪了啊 我也沒有丟履歷表 然後也就是沒有任何 就是跟航空公司有什麼連結 我的工作也真的沒有連結 為什麼她會主動聯繫我去那個面試呢 而且面試完了之後還直接跟我說 她就說你錄取了 不是大佩儀館 她說你錄取了 而且你未來是要成為我們的儲備幹部 然後但是呢她說要等到九月你才能來上班 所以那時候我又沒事了對不對 就是後面還有三個月 這三個月沒事我想說好那我再去考高補 我就在那段時間還是繼續考我的高補考 那其實我要講就是後來我才知道 我為什麼這麼容易就面試進去 是因為我的指導教授他推薦的 這就是後來才知道 是一年後才知道的 那接下來的三個月當中 我就開始繼續準備我的高補考 而且我中途還換了考試的類科 已經這麼短的時間了 我又中途又換了考試的類科 但是呢照會生活都有去參加 所以弟兄姊妹們就說差不多了 應該有去唸書了 甚至覺得說怎麼還會一直在聚會這樣子 可是在我的感覺你如果需要聚會 我才會有動力去讀這些科目 感謝主 那主呢就讓我在準備的過程中 把七個科目唸成一個科目 這個大家可能也不懂 就是他居然我不知道 就很短的時間主任我七個科目 就融會萬同變成一個 我覺得根本就是一個科目 然後很奇妙啊 就是在七月去考試的時候啊 我拿到試題的第一個時間 我就看那個題目 我幾乎不知道要達什麼 然後而且呢就考試呢沒有幾 好像三十分鐘內就交了很多人都交卷 都交交光光 只剩下我一個人都在課場上面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怎麼辦 這個題目我也不太認識他 我要怎麼回答 於是呢我就在會場當中 我就跟主禱告說 主啊那我就把我的工作奉獻給你 那請你呢就是我跟主說 這是最後一次了 因為我現在已經有工作了嘛 所以我這次考試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的考試 如果沒有公許呢我下次我也不再考了 那主呢如果你願意要我 來走公職的路 來為著神的經驢的話 那主你就來考這個事 你要來負責 那當我這樣子禱告的時候呢 接下來的每一場我就操練呢 在跟主的連結當中來寫每一個題目 感謝主呢當我在寫的時候 裡面就充滿了平安 而且呢主還把這個題目的面紗 把他揭開了 那我看見說 喔原來題目這樣問 可是事實上他是在問什麼 然後這個題目呢 他其實就是在 其實都是我預備過的 我都有準備 我會回答這樣子 然後而且就覺得 有從主來的高有 就一直讓我問思玄有 欲罷了思玄 然後起承轉合之間呢 毫無阻礙的主意吃完這樣 所以最後那個這條老師 他每一場都知道說 不用先考 因為大家都走光了 坐在前面 就是休息就好 感謝主 那之後呢到了9月呢 我就進入這家航空公司工作 然後事先授訓 所以這個航空公司他就說 我們這個儲備幹部 雖然授訓 可是我們要簽一個比較特別的約 那這個特別的約就是有 就是說我們這個訓練八個月 八個月這個訓練很貴的 那如果呢 這個公司覺得你不適任呢 我們隨時都會把你就是buy掉 然後呢也不會給你資錢費 那如果呢 你自己不喜歡我們公司也沒關係 你想走就走 但是呢也不用賠我們的 教育訓練的費用 所以呢我就進 我就開始在這個公司 彈工公司進行了這樣的一個訓練 然後我也覺得非常的充實 而且很有趣 然後我的成績也很不錯 那我自己也覺得說 這個可能就是我未來的工作了 可能是主幫我預備的吧 我自己這樣想 這是主量給我的職業 可是呢很奇妙到了棒棒的時間到了 我幾乎都沒有去看榜單 因為我覺得不可能考上 因為怎麼可能會考上呢 這個題目發下來 我都不太認識他 我雖然在過程中心裡主 可是我覺得應該不可能考上吧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動版的時候呢 高考跟補考我都不許了 然後呢高考那時候錄取要13名 我剛好第13名 就是一切都我主了美意喔 而且我心裡面呢 非常的明白這個是主的安排 還有他的憐憫 然後我也很深知啊 這個是基督身體的扶持 在後面帶導 我才有辦法去考上的 這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 所以我就很清楚 然後我就去持續 我的航空公司的工作 那時候我還記得那個 總經理還有約談過 那約談的時候他就問我說 他覺得很奇怪 他說你的成績蠻好的啊 那而且他說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工作 還沒有人要 還不要 你到底是 你要去的單位到底是什麼單位 讓我了解一下 然後我就跟他講完之後 因為那個工作是一個地方政府的三級單位 他馬上覺得無法理解 然後最後呢他就帶著問號 然後帶著祝福 然後讓我去 那一年多之後呢 我就在我剛才說的那個會呢 完成了工作的試用期 而且我也考上了 就是這個合格石獸的資格 我就可以自己找工作了 我就可以在公家機關自己找工作了 那可是我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的同事就告訴我 其實喔 有一個中央機關 他的工作玄虛很久 都沒有人去接 你想不想去試試看 你要不要寄履歷表我幫你送 那我就試著去把我的履歷寄出去了 那寄出去之前呢 我又跟我的指導教授要了一份推薦函 那沒有多久呢 我就接到我的同學的電話 他說 欸你錄取了 我想說 蛤還沒有面試欸 我還沒有面試 怎麼會不學呢 那他就說 因為喔 他說 因為這個工作 他需要航空的背景 那公務人員通常沒有航空的背景 雖然我只去航空公司幾個月 他也說 這個可以可以OKOK 然後所以 就 因為這個航空背景 而且呢 他們又需要這個缺留在他們自己這個單位 如果不把他搶下來 就會被別的單位搶走 所以他們說不用面試不用面試 直接錄取 而且他們又看到這個 我的同學還有我的老師的推薦 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直接錄取了 所以感謝主喔 我現在的這份工作就是 就是我現在講的就是 就是我現在這份工作 我就一直做到現在 那這個工作呢 是我所習慣的 雖然有些人覺得那個工作做不下去就走了 可是我很喜歡這個工作 那也很適合過照或生活 所以呢 我現在才在那個時候 我才知道說 喔原來主叫我去航空公司去工作 喔原來是有他的美 而且我現在也 我所做的東西都跟這個有關係喔 所以彼路走來呢 都有主的調度 然後有主呢就是調度萬有 互相效力 來效力愛神 叫愛神的人得一處 有耶 那這就如以塞亞書 55章9節所說的 主的道路 超過我們的道路 主的意念 超過我們的意念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第七個詞情 奉獻佩達期 那在2003年的時候呢 因為工作穩定了 然後我就開始參加了教會的一些活動 我參加了那個英國舉辦的 秀姬長老成功的一個特會的行程 那在類似的相調當中呢 其實我是去玩的 我必須坦白 我是去玩的 因為我想要去英國玩一玩的樣子 那可是呢 我在那一趟行程裡面呢 因為就都是 就是同行的都是負責弟兄 不然就是愛主的 所以我就在類似的相調當中 我就聽到他們很多的見證 他們就是有很多就是打開家服事局 然後呢 待人得救 歸父聖父 歸雅心人等等 都是每一個都有很多的見證可以講 然後整個照會生活都買了 這個繁殖擴增的光景 所以呢 當時呢 我就覺得深深的感覺 如果我不及時打開家來服事局的話呢 我可能這個時間就會不斷的就過去了 然後恩典也會不斷的流失掉 那回到台灣呢 因為那時候我跟我姐也住在一起 然後我姐生了第二胎 她就說 因為家裡空間不足 你要不要自己找個房子 自己獨立生活 那她跟我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想說 對我來說 當時的我是很困難的 因為要去找一個房子 然後獨立生活 我就覺得沒有辦法 可是呢 後來我去找到的感覺就覺得說 欸對 要打開家那樣子的房子 所以呢 我就去找了房子 然後 結果我看了一百多間房子 因為我設定的門檻太低了 就是我看的房子都是很不好的 就是我設的太低的門檻 那接下來呢 就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奉獻之後 我調整 調整我看房子的標準這樣子 那我終於就找到了一間 我還可以負擔的小小的房子 那 那這個房子呢 就離我原來處的地方很遠 但是呢 剛好符合我跟主的禱告 那在當時呢 他還是個預售物 那原本他的售價很高 可是呢 很奇妙 當我要買的時候呢 建商剛好想要把他完售 所以他想要趕快書 所以他就突然降下 然後我就在那個晚上買了 然後買完之後呢 因為我買的時候是有經過 他給我一個晚上的時間 然後我就去禱告 去禱告呢 就覺得非常的平安 我一樣也是跟主說 我對這個房子很疑慮 也是一直問他 可是主給我感覺就說 買了 買了 就是馬買了 所以我就憑著信心買了 雖然那時候的錢是不足的 不足 那後來才知道說 這個建案是最後一間 是這一個 整個這棟建案的最後一間 那所以是感謝主的預備 跟他的預料 那等我簽完一月之後 之後呢 這個房價就一路飆升上去了 我現在看這個房價 自己都嚇一跳 因為我覺得不是我的能力可及 可是主就聯名我在那個時候 他讓我買到 對 那 而且呢 我覺得最奇妙的是 這個房子買來還是個毛黑屋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處理它 那主呢 還吊吐了一些裝修啦 構建的一些人事物 所以就很順利的把他 把他都弄好了 所以主讓我看見 其實呢 這個家真正的主人是主 我只是管理員而已 感謝主 那從2005年開始呢 我家就開始有聚會 而且打開服飾 有接待 那到2011年開始呢 我家就固定有獨金小組了 而且這個參加的成員呢 都是以弟兄為主 那這些弟兄們呢 他們都是裝備揮不然就是小羊 所以他們非常的可惡真理 很喜歡問問題 但是現場也沒有人可以回答 那就是我 就是也沒有別人會回答 因為我德就絕對比他們有一點 所以就是我來回答 那其中呢 還有一位法官的弟兄 他最會問問題 二問題很犀利 然後而且呢 我覺得好像在開機一樣 所以呢 我每周呢都很 我都很花時間在準備這個聖經 然後看生命如今 我還要串珠 然後那一個這樣的預備呢 我無形中呢 過去零碎 零碎讀到的真理呢 全部都串起來了 然後有時候呢 我在空峽的時候 或是走路的時候 我就開始把他回想 回想我今天讀了什麼 然後我在思想主的話的時候呢 我就從中得到了光照 然後得到了啟示 得到了滋養 然後 而且呢很奇妙 因為那時候我也有一些難處 主呢就藉著這些話 就讓我在這些難處中超越了 所以他可能想覺得 欸 那個房間好難 怎麼過得到 原來是因為享受了主的話 我就超越了 那 那感謝主後來呢 我們這個小排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呢 都能夠操練 每個人都講一段一部分的章節 所以呢其實我們的聚會非常豐富 而且人越來越多 那大家都能夠彼此公益 所以那個主的話就擴展起來 然後人數不斷擴增 那最後弟兄們就說 應該要增牌了吧 所以四年之後 我們又爭了一個新的牌 那這次呢參加的聖徒就剛好 侍應姊妹為父 那我又用同樣的方法 開始在那邊弄的時候 姊妹們就對真理比較沒有胃口 所以那個人就越聚越少 然後最後到了一種 鏟淡經營的地步 甚至有一次我還要跟一個 兩個人一對一的加聚會 然後他說現在是小排 然後他說對 那為了要留住人 對 都為了要留住人 所以就逼得我 不得不開始學做飯食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看證絕對不是我的強項 可是呢 我還是為了要這個做飯食 就要否認幾次 就開始看看準備預備飯食 然後一邊預備飯食 還一邊打電話求救 怎麼辦 那個東西丟下去了 怎麼會有這個反應 對 我們那時候就跟趙大姐求救 趙大姐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謝謝主 那 那時候姊妹們雖然有來參加 但是大家都很忙啊 所以他們可能吃完飯吃完就走了 那我就想說 主啊吃完就走了 那主就問我說 如果他們只是來吃飯 不讀聖經 你願不願意繼續這樣去預備飯食 你還要這樣繼續做下去嗎 那主就光照我了 也提醒我說 原來在我裡面就是有屬靈的驕傲 然後我需要操練 人家來吃飯的時候 我就要操練就是要對人有真實的關係 然後呢要學會加掛奶 還有對主的一些經歷 適時的供應到人的裡面去 所以感謝主 因為這樣的願意 我就跟主說 主啊我願意的時候 很奇妙的 主就陸續欣喜了一些姊妹呢 起來跟我佩戴了 就不用一個人在那邊做飯食 就有人跟我佩戴 就夫人欣神了 就如同這個以西節書47章5節說的 就是成為可服的水 不可堂的河 那你就經歷到說 那個恩典的流 是逐漸加深的 所以呢我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這個佩戴都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只要投身在這個聖人的水流當中 就可以不斷的往前去 感謝主 我們的小孩人數就開始擴增了 而且一年半之後呢 負責弟兄就跟我們交通說 你們的姊妹還滿多的 可以跟另外一個弟兄派合併在一起 然後成立一個新的區 所以在2018年2月11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新增為十一會所的第十區 那在弟兄們佩戴加入之後呢 這個恩典就格外的洋溢了 然後主也將這個新人跟同一朋友 不斷地加給我們 所以我很感謝主把我擺在十一會所 這個會所呢 它有三個大專樂校的學生 然後有很多的親職 可以去餵養 而且有很多的海外的聖徒會來拜訪 那也有很多可以配搭相調的機會 那其中呢 又有好幾個侍奉主的家庭們 他們是毫無保留的 來成全餵養這些聖徒 都成了我的榜樣 就好像是這個瑪利亞 他們能夠即時的倒出拿搭香膏 然後將他的上好 浇灌在主的身上 那這些弟兄姊妹又如同雲彩圍繞著我 就可以讓我脫去各樣的重貸和容易殘累的罪 來分辣擺在前頭的賽程 那感謝主 那神的祝福不是只有停留到這裡 因為我每天都在服侍嘛 那我就感謝主 因為我父母是住在高雄 這個祝福呢 不是只有到我而已 祝福也臨到我的父母了 他們呢 本來是在這個其他的基督徒團體 但是他們之後都沒有聚會 已經很久沒聚會了 那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我媽媽呢 就在炸前臉的時候呢 忽然那個尾椎呢 就 病痛 然後忽然就站不起來了 然後必須坐輪椅 然後每天都很痛苦 每天要把他扶起來 跟把他再送回床上 都是很痛苦的 那我們也陪他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說年紀太大了 不敢幫他動刀 所以呢 他天天都在那種痛苦萬分的 情況之下過生活 最後呢 他就向主禱告說 主啊 如果呢 你讓我可以重新站起來 那我就恢復過 我就恢復去主日聚會 那他這個禱告之後呢 不到一個月 他就自己站起來 而且呢 他還可以去上下樓梯 還可以去運動 還可以去買菜 所以我們從這件事情 就很明顯的看到 這個就是聖靈的管制 是神興起這樣的環境 是神有益的愛 要把他帶回到招會生活 那所以他首先先回到 他首席的這個基督徒團體 那接下來呢 主又興起了一個環境 讓他再來到我們中間 在高雄的新聖會所聚會 那現在他們都 我父母都能夠適應這樣的聚會方式 那我父親呢 在每個主日都有生意 而且都有服侍 所以感謝主在他們年長這段時間 還可以得到這個救恩之樂 然後有弟兄姊妹陪伴 然後來享受教會生活 這完全都是主的憐憫跟恩典 所以我要感謝主 是藉著那個我微小 最初的那個微小的禱告 跟奉獻來成就他的應許 完全是超過我的所求所向 我要說這真是一條最蒙福 最上帥的道路 就是要將自己奉獻給基督御照會 然後成為 使我們自己成為神的橋樑跟出路 那過去的我呢 就是流浪啊 流浪遠離主 但是呢 浪子回家之後呢 主就讓我在這幾年 把我過去的 過去那個被蝗蟲吃掉的 這個光燕補回來的 就好像約爾書2章25節 上面說啊 主將我被蝗蟲那些年 所吃的年日補完給我 所以呢 主也一直把愛主的 基兄姊妹的榜樣 擺在我的前面 那我學習怎麼去跟眾聖母配搭 在身體裡面盡興功用 然後在身體裡結果子 然後一起胃燃 然後一同領略主的過場高神 對 然後有分於神聖的經倫 這個都是非常美好的 而這價值也是純到永遠 感謝讚美主 我們要一起 對 唸 882 百分之 ающ 工夫